跨年进入倒数今年市府举办的跨年晚会分别在北区和无期区两地来进行 大甲则有脸书社团是发起第二年自办跨年活动 许多网友表示支持纷纷加入行列 许多在地的商家也捐出商品作为有奖侦达的礼物 更有小职业者主动负责准备了千份的姜母鸭 将在活动当天让大甲地区的民众能一起温暖饮新年 忙碌的整理着福袋里头满满的奖品 全都来自大甲在地商家的热情捐赠 包括大甲百年肉干老店捐出30份肉干 肉根业者负责千人份姜母鸭 为地方自办的跨年晚会做好准备 这一次由我来负责热食的部分 我们要准备一千人份的姜母鸭 那后面这些桶子我们当天晚上 总共会有13桶都会把它煮完 当天下午3点我们大概就会有10个志工 来这边帮忙煮姜母鸭这样子准备备料 这次也有参加love大甲的跨年赞助活动 我们提供了肉丝肉干和豆干还有肉松 总共30份欢迎大家前来共襄盛举哦 由大甲脸书社团发起的跨年晚会 今年迈入第二年 在众多网友与在地商家的热情响应下 活动规模比往年更加盛大 今年不但有大型舞台车 载着在地团体带来多项表演 更准备了大甲限定题目的有奖争达活动 以及美味小吃与民众共享 希望借由活动凝聚居民情感 是我们love大甲的脸书 那我们的题目也都在脸书上面 那有我们会去留言处观察 有答对的观众朋友 我们就会随机抽取 然后当天的时候会在那个跨年晚会上唱名 如果有来的有来的观众朋友 我们会颁发小奖项 这次跨年活动 我们大家是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虽然我们没有准备很贵重的礼物 但是这是我们最真诚的诚意 像这个就是口字画叫养恩典的杯子 这个是迪士尼的汤杯 希望大家热忱来参加我们的活动哦 跨年晚会前还有送暖活动 发送睡袋以外套给甲安普地区的 铁油及弱势民众 并准备百份姜母鸭让他们暖胃 这场温馨的跨年活动 纯粹由地高力量发起 陪伴大甲民众温暖迎新年 记者李云轩台中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